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玄 我们本节课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先行表的查找技术 在先行表当中,进行的查找通常属于净特查找 这种查找算法比较简单 主要适用于对小型查找集合的查找 先行表一般有两种存储结构 它有两种存储结构 有两种存储结构 包括什么呢 顺序存储结构和链接存储结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顺序查找技术 对顺序存储结构进行查找 对顺序存储结构如果记录以按照关键码有序 就可以采用更高效的查找技术 就是折扮查找技术 所以说我们本节课总共是两个查找技术 一个是顺序查找 另一个是折扮查找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顺序查找 顺序查找它又称为线性查找 它是最基本的查找技术之一 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从线性表的一端 向另一端 逐个将关键码与给定值进行比较 如果相等的话 则查找成功 给出该记录在表当中的位置 如果整个表检测完成之后 仍然未找到与给定值相等的关键码 则什么呢 表示查找失败 给出失败信息 好的 对于我们的顺序查找呢 我们也是分为两点 一个是顺序表的顺序查找 另一个是单链表的顺序查找 顺序表的顺序查找 单链表的顺序查找 首先我们先来看顺序表的顺序查找 顺序结构的查找算法 在线性表当中已经讨论过 这里呢我们介绍一种改进的算法 来介绍一种改进的算法 首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 算法函数 什么呢 顺序表的顺序查找算法 返回之类型为int 函数名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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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 首先设置R0 等于K 然后让I 等于N 我们不用判断下标 I是否越界 不用判断 下标I 是否越界 Val RI 不等于K 则让I 减减 Return I OK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顺序表的顺序上的算法 很简单 对于它具有N个记录的顺序表 有N个记录的顺序表 查找 第I个记录的时候 我们需要进行的什么呢 进行 N-I 加一次 关键码的比较 在许多种情况下 查找集合当中 每个记录的查找概率 它是不相等的 为了提高 查找效率 可以在每个记录当中 附设一个访问频度域 并且呢 使表当中的 记录 始终保持按访问频度 非递减的次序来排列 使得 查找频率大的记录 在查找过程当中不断的后移 以便在以后的查找中 减少 比较次数 从而提高查找的效率 另外的话呢 如果对这个有序表进行顺序查找的话呢 可以减少 查找失败的平均查找长度 因为不需要便利整个表 就能够确定表当中存在与不存在要查找的记录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 单链表的顺序查找 单链表顺序查找 我们假定带头节点的单链表 的头指针呢 为first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它的顺序查找算法 intersec 32 第1个参数呢 我们有一个节点啊 就是因为它是单链表呢 我但是我们这个节点呢 我们暂时呢 我不给我们不给大家 呃这个写出来 呃 以免耽误时间 我们只是代表一个意思 node 啊 硬子新first 硬的key key呢是关键字 ok 首先呢 我们定义一个 呃这个node的硬词 node的硬词 node的硬词 p等于什么呢 first 间 next 然后呢 让 cout 等于1 硬性的cout等于1 我们工作指针 p 初始化为指向第一个元素的节点 工作指针 p 初始化为 指向第一个元素的节点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是通过wire循环来进行这个插照 wirep 不等于node 不等于node 按照p data 不等于k 做什么呢 工作指针后仪 工作指针后仪 这一家家 好的 如果说查找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说是 查找成功 查找成功 则返回元素在查找集合当中的序号 我们这个g呢 我们可以在前面呢 定义这个 inter g 等于0 OK 然后的话呢 判断 f p g data 等于k 则返回元素 iOS的话呢 这就是查找成功 iOS 尤其他年 好的 这个呢 是我们单链表的顺序查找算法 呃 他的这个顺序查找算法呢 呃 我们呢 呃 他跟其他的这个查找技术相比呢 缺点呢 什么呢 是平均查找长度较大 特别是当n很大的时候呢 查找效率较低 然而呢 他有很大的优点 他有很大优点 算法简单 而且使用广面 他对表当中记录的存储没有任何要求 顺序存储 和 连接存储都可以应用 对表当中记录的有序性 也没有要求 无论记录是否是按照关键码有序 还是无序的都是可以应用的 这就是我们的 呃 顺序查找 包括他的这个这个顺序表的顺序查找 以及单列表的顺序查找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折半查找 第二个 折半 查找算法 相对于这个顺序 查找技术来说呢 折半 查找技术的要求呢 就比较高了 他要求线性表当中的记录 必须按关键码有序 并且呢 必须 采用 顺序存储 折半查找技术呢 一般 只能够应用于什么呢 静态查找 对于我们的这个 呃 折半查找过程呢 呃 他呢 我们在这里不再凹熟 最主要的考法呢 是他的这个 呃 低规算法 和非低规算法 和 非低规算法 首先的话呢 那我们先来看 他的低规算法 折半算法的 低规算法 硬测 硬测 并设置 1 英特2 速度 英特6 长度 啊 这个行 然后呢 因子 tats 英特6 关键字 好的 首先呢 我们是低规的边界条件 F F 然后大约翰 则 虑太尼 这是地规的边界条件 好的 然后呢 else else什么呢 就是我们来处理 满足地规的条件 mid 我们就定一个应设型的吧 int mid等于什么呢 ln加high 除以2 折半 进行折半 但是来判断什么呢 ifk 小于rmid 就是中间的一个数 则什么呢 则return 41 r run high rlo这个mate减1 然后呢 k alse的话呢 alse if 我们判断 k大于 rmid 他大约的就是说是在另外一半里面来进行查找 我们就什么呢 就这个return b41 r 然后呢是什么呢 是这个mid 是这个mid加1到我们的high k 如果是其他的情况下呢 就直接return mid 他等直接等于的是mid 就是return什么呢 mid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d规 他直接调用我们的这个d规 调用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算法 这是他的折半算法的d规实现 然后呢我们来看折半算法的非d规 非d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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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他的这个参数呢是不一样的 当然他的这个参数呢是不一样的 int 然后呢int hat就不要了 从速度下标1开始呢 来采放 再查找到集合 弄出的话为1 hat等于n 我们这个hat呢 定义成int 好的 这是什么呢 设置查找区间 设置 查找区间 然后外显环当中呢 当这个区间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循环 mid等于下限下限加上上限除以2 判断 判断if什么呢 k小于 rmid 则 h等于 mid-1 else if k大于 rmid rmid the run 等于什么呢 mid加1 最后呢 else 就returned 这是什么呢 查找成功返回元素序号 这是我们折扮算法的 费低贵算法 本节课呢 总共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顺序存储结构 就是我们的线性表的这个查找技术呢 总共讲解了两个 一个呢 是什么呢 顺序查找 一个呢 是折扮查找 从这个折扮查找的过程来看呢 以有序表的中间记录作为比较对象 并且呢 以中间记录 将表分割为两个子表 对子表继续这种操作 所以呢 对表当中每个记录的查找过程呢 可用二差数来描述 数当中的每个节点 数当中的每个节点 对应有序表的一个记录 节点的值 为该记录在表当中的位置 通常呢 称这个描述 折扮查找过程的二差数据 称为什么呢 折扮查找判定数 简称呢 判定数 我们的这个折扮查找判定数呢 具有几个性质 任一两颗 第一个呢 是任一两颗折扮查找判定数呢 如果它们的节点各数相同 则它们的结构完全相同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任一两个叶子 所处的层数 最多相差为一 好的 这是我们 本节课呢 关于我们这个线性表的 查找技术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这个作业 设计 顺序算法 顺序查找 算法 将什么呢 哨兵 设在下标高度 下标高端 好的 关于我们的查找技术呢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标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